绿叶这里也纷纷采取了防寒措施 像是养鸡场的老板就在鸡舍外头 用层层的帆布要防风 还在饲料里头加了一些植物油 目的是让这些鸡可以增加热量抗寒 还有栽种玉米的温室 业者得要喷洒营养剂 要增加玉米叶片的厚度 至于文革的养殖场 老板就紧盯这个气温 一旦温度太低 马上会灌注海水提高水温 希望他们都能挺过寒流 养鸡场的温度下降到15度 老板赶紧把鸡舍外的帆布放下 防止寒风入侵 鸡舍要防寒 鸡舍当然也要避免受冻 业者在鸡舍料里放了植物油 增加鸡舍的热量 而小鸡比较不耐寒 就必须用暖炉保暖 这就是我们的暖炉 这就是鸡片 空心菜农担心寒害 趁着寒流来西闲抢收 至于温室里头的玉米 叶片上结了一层露水 业者赶紧给玉米喷洒营养剂 这个是钙跟氨基酸 主要的就是让它一直生厚 然后表面有油脂保护 温格养殖业者则是紧盯着气温 一旦温度过低 他们马上会在养殖池内灌注海水 引进海水把水关满一点 尽量让它温度不用降那么低 寒流来势汹汹 农渔业抗寒大作战 只希望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欢迎订阅观看 召售中文 谢中文 吴建宏 张话宇 您报道